与大陆往来密切的爱国同心会 在台北景点高举五星旗 用高音喇叭与肢体动作 污蔑法轮功的行径引发抨击 绿委黄文林表示 台湾政府主张要用民主人权影响大陆 然而种种替中共掩饰迫害 打压异己的行动 却在台北街头上演 他呼吁台湾政府应该依法取缔同心会 并查清组织背后的目的 同心会在那边乱场 我们看不到政府有任何的作为 那反而是民众自己去主张 这个形势的这个告诉我 提到爱国同心会成员周庆俊 张秀业等人 立委黄文林很担心 这些已经被起诉的滋饶者 为何还持续在景点高举中共五星旗 掩盖中共迫害行径 污蔑法轮功 陆克他们其实来台湾 就是要了解台湾的民主 法轮功的学员 事实上他们在这个各个地方揭露 这个就是中共的残恶的这些恶行恶状的一个情况 包括强灾人体器官等等 事实上都是默默的没有大声去返害到别人 相较于法轮功学员何平反迫害周庆俊 张秀业等人采他照片 还用高音喇叭散播脏话 种种台湾人难以理解的文革式批斗 列委强调 政府应该查清同心会组织背后目的与黑手 不顾民人权的一个情况 却不愿意 却害怕在世界上被揭露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作为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都应该要让这种恶行恶状 能够揭露出来 黄文林强调 中国人权始终是国际关注议题 民主台湾应该帮助陆克 突破中共一言堂封锁 不该纵容极权者的迫害延伸 新唐人雅客电视如天长成真 台湾台北报导